哈囉大家好,我是Erika 哈囉大家好,我是大兒 因為我們前陣子呢,有開直播 有網友建議我們可以拍一個交友軟體的東西 有一個很快速、即時、方便的 我們這次選擇的是Goodnight 純粹因為它拍攝方便 就是用打電話的方式 不是業配 絕對不是,拜託 所以這次呢,我跟大兒決定要來挑戰 誰可以在最少通電話之內交到好朋友 排隊號碼247號 等待9分鐘 什麼還要排隊耶 哈囉 聽得到嗎 喔,聽得到,聽得到 你在外面喔 喔,對啊,我在一間咖啡廳 你好 你自己去咖啡廳喔,還是跟朋友 喔,我跟朋友啊 可是我朋友現在沒有在理我 他在看書 然後我一個人很無聊 我第一次玩耶 你平常很常玩嗎 我很常玩的 欸,你比我小喔 你現在是大學生嗎 平常就是這樣子打電話 然後約出來嗎 想要參與之外嗎 就是 吊著 想要怎麼樣 沒有 然後見面一起 就是 看看對方到底長什麼樣子 對啊,看要做什麼 做什麼 我很好奇耶 如果我們七分鐘聊完之後 然後咧 可以按愛心 就進去 我可以去檢查 喔,真的喔,愛心在哪裡 沒有,還七分鐘結束之後 會挑出一個人的動作 喔,原來如此 你也是大學生喔 對啊 我大二 對,差不多 我一樣啊 欸,真的喔,我們同屆喔 你是幾月的 九月 九月,喔,十二月啊 對啊 那我比你大 沒有啦,我比你大啦 我九七的耶 哪有 我以後九七啊 欸,那怎麼會 喔,喔,喔,喔 對,我比你小 欸,你們平常都會聊什麼 我現在好尷尬喔 對,隨便聊 那你平常的興趣是什麼 玩弄我腦根 打球啊,直接 看這東西耶 我告訴你 我想要保持一個神秘感 對啊,我把戲頭講出來 太明顯了吧 那你覺得我聲音聽起來怎麼樣 昨天喝太多酒了 所以有點 有點騷訊 我現在 你覺得我長怎樣 你應該不醜吧 喔,你可以從聲音 我覺得我算高耶 我168 算高吧 你咧 880 超高的好不好 平常有在看YouTube嗎 有啊 那你都在看誰啊 因為我今天也是一直在看YouTube 看好無聊喔 欸,我是不是快要可以按愛心了 在6秒 喔,他什麼時候會出來 他出來呢 看他眼貓咪 真的很 我要怎麼把他取消 我成功了 我爆快了耶 我不要用這一招 我一通就成功耶 那他打給你了 怎麼辦,我把他先掛掉 好,對不起 我要先登出 他感覺蠻帥的啊 我也覺得,這感覺是個大帥哥 所以你剛剛是設定幾歲啊 21歲 很瞎眼 他都沒有問我名字耶 我覺得我名字超荒謬的 我叫喵寶 哈哈哈哈 這是大騙子 欸,我超快又成功耶 傻眼 因為你就是在那邊裝不知道愛是什麼愛嗎 真的不知道喔 我真的是第一次用耶 我才剛下難 你用一個 我不知道耶 教教我 通常會 只有女生可以這樣啊,男生不能 我們在比賽啊 你用你的方法啊 欸,你要設定幾歲啦 原本啊 我就是25歲 1992 暱稱要叫什麼 好,暱稱超不要臉 我叫大耳 不要太明顯啦 你不能用這招 為什麼不難 這就是一個招耶 如果我彈入獎勵耶 我獲得20個罐頭 到底要怎樣 要幹嘛 欸,我一通就成功了喔 我match到我超緊張的耶 我想他一直打他過來 女生,你為什麼年紀那麼大 我覺得他會鳥尼 越大越飢渴啊 哈哈 要不是我們在拍影片 我真的覺得我剛剛錯的是一個天菜耶 你要不要把他找回來 我等一下會重新登 哈哈哈哈 我要開玩笑 等待就滿重 所以你剛剛睡一下就好 對,他會突然的match 會不會人要看到大雨滑掉 想要跟他聊天啊 好久喔 他還在match 就這個軟體缺男生啦 你看女生一進去就被match 男生要等 所以他不是缺男生 他是缺女生的 所以女生才不用拍 我現在很期待馬上被掛電話的那個 喔,所以這看到match對不對 你可以馬上掛掉 好緊張喔 就是看你講話有沒有內容 看我講話都有內容 一點句點都沒有 男生通常都會比較主動一點 所以你剛剛一塊句點他就 哈囉 喂,嗨 嗨,妳好 你在外面喔 大家都在外面過 我在室內 聽那個背景有聲音耶 很渣渣的 可能是因為辦公室的那個冷氣大聲吧 喔,妳在辦公室喔 對啊,我在上班 上班可以講電話喔 妳做什麼的啊 辦公室的行政業務 然後做一些文書處理 感覺很無聊耶 所以很好玩啊 可是妳20歲打工嗎 我家打工 妳台北人喔 妳哪裡人 台北附近 桃園 戲職 不是喔,我覺得不是台北啊 也不是新北啊 基隆 不是 太難拆了吧 宜蘭哪裡附近啊 超遠的耶 超好,我們學生過去都台北啦 所以宜蘭行政是什麼啊 為什麼宜蘭會有辦公室工作 等一下 你給我問一下嗎 怎樣宜蘭不能都是這個 因為宜蘭感覺就是很戶外啊 衝浪啊,曬太陽什麼的 欸,我可以問妳嗎 妳為什麼一定要大耳 沒什麼特徵啊 然後耳朵就是比較明顯的特徵 所以就叫大耳 喔喔喔喔喔 怎麼了嗎,很奇怪嗎 大耳 謝囉 欸,聲音感覺很man欸 喔,對啊 所以我們要怎樣 很好啊 感覺很有個性 出生到現在都在台北念書 對啊,怎麼樣 你有來過台北嗎 有啊 你常來嗎 一關宜蘭到台中 都一定會先從台北走車啊 喔喔喔 你上班到幾點啊 1點半 你快下班了耶 那你常來台北嗎 你常來幹嘛 來找我玩啊 一晚 那我可以去宜蘭找你玩嗎 不要 好吧,那我們再考慮一下好了 欸這之後還可以聯絡嗎 可以 因為其實我是第一次用這個 跟1300個 什麼東西的啊 然後就講一下就很沒筆的 這裡很多人在聊色啊 待會見 怎麼樣 完了完了 成功 謝謝大家 真的假的 So easy 但是你現在不能跟他 你要跟他序聊 我也是蠻會的吧 只是講話無聊 真的超級天龍人耶 你知道現在我已經抓到 為什麼大家是單身的原因了 就是這樣才好笑不是嗎 只海北人 這樣竟然會match 我覺得你只是剛好遇到 一個很善良的女生 那他也是很無聊 而且你看前面又遇到變態 好不容易遇到一個不是變態 然後講話有一點靠腰的 因為個性比較man 所以他應該蠻喜歡靠腰的男生 你講真的你剛剛在對話的時候 你有在分析他的個性 我有在分析啊 我覺得我們的結論就是 我們兩個都還蠻強的啦 你們想要認識女生 認識男生 你都要先了解這個人 你都要先了解這個人 你不要就是沒頭沒腦的 一直問一些 我問人家 太可怕了 想要學一些小技巧的話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因為我其實自認我自己是 還蠻會幫人家回訊 你寫我幹嘛這樣看我 欸 我也是 我也覺得 我超強的欸 你知道嗎 欸 拜託你知道多少人去 你是我回的 欸 你不要再玩一次 你不要再玩一次 你怎麼變態啊 可是如果再遇到變態怎麼辦 我把它掛掉好了 啊 我們就變態回去 大家如果就是真的要玩的話 要小心安全喔 如果說你們的問題夠多的話 我們就再生一支影片了 直播應該蠻有趣的 就可能我們聊一聊 然後就有人發文說 你可以跟他講什麼 真的嗎 欸 對 欸 如果說想要開 就是愛情小教室的直播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如果票數有超過 你說留言人嗎 對 因為我們現在的人 其實我覺得超過 15 30 可憐說想看可以 好 如果超過小 15太可憐了吧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就是 根本就是你自己 那不是很簡單的問題啊 就是什麼 怎麼這麼簡單的問題 就是你自己腦袋不出來 你今天是在下面下面有沒的 哇 哇 我好難接話 怎麼辦 我快接不下去了 讓你 讓我山窮水盡 我被掛電話 OMG